拜路亚伯伦的掌声过月神 我们做祝福的宣言 以长者的祝福在三切时代 恢复万民圣徒吧 感谢如此恩典的赞美 今天的题目叫做神所赐的路 是神所赐的路 今天我们的诗歌班 也通过这信心的告白 给我们唱了这条路 神所赐的路是什么样的路呢 只要跟随耶稣顺从福音 那我们所行的路就是 如同鲜花铺满的大路 真的我们的人生 能够去跟随耶稣顺从福音 能够享受这样的恩典 真的认为自己是得到祝福的是什么呀 然后对他做了提问 我们的只是毫不疑的就对我做了回答说 信耶稣 是去年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团体有一个RAS 就是未来指导者学校 然后在这里面 有一个探访 然后邀请我过去的时候 学生也好 父母也好 有了他们的这些支援 所以有了学校的建立 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有一对父母被邀请过来做这个贺词 然后在贺词 他的讨论当中有个我无法遗忘的事情 就是说 父母在因为 其中母亲是因为癌症然后去世嘛 然后在他去世之前 丈夫提问说 人生目前为止 你觉得你做的最好的是什么呀 丈夫对妻子做提问 然后妻子呢 也是毫无犹豫的就回答 他说什么呢 我能把我的孩子们 送到这个学校来 他有两个孩子 孩子都送到那个学校去做了培训 不管你们怎么想 但是我听到他讲的这个内容的时候 就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真的没有办法遗忘这一部分 我想对各位提一个问题 你们目前为止 按照你们自己热心努力过了人生 对吧 你们对你们的人生认为 你不后悔做的最好的是什么呢 对我们自己的人生 我们可以告白说 哎呀我做的真好 这是什么呢 牧师自身的告白是什么呢 目前为止我都能够在福音面前站立 不是说德美德英语 而是目前为止还能够站在福音面前 是我做的最好的 我不断的在看生命记的内容 那么这生命记其实就是在以色列本性 从埃及面临大的事件脱离出来之后呢 又走了旷野路的过程 体验神的做工 最后马上要进入迦南地之前 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神通过摩西给以色列百姓信息 就是生命记的内容 在生命记三十二章七节的话语 说什么呢 你当追想上古之事 思念历代之年 问你的父亲 他必指示你 问你的章子 他必告诉你 就是你在困难的时候 问题的时候 要去问这些年长的人 去求智慧 就是摩西告诉他们说 你们面临困难问题的时候 要去询问长辈 要寻求智慧 如果你们去问父母 到目前为止 认为肉的最好的 最大的英语是什么的时候 该怎么回答呢 你们人生目前为止 到底站在哪里的位置上呢 希望各位真的拥有分明的答案 能够回到家里面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首先本论第一点 我们的人生有两条路 今天本文十五节的话语 可以说什么呢 看到我今日将生于福 获于死 臣民在你面前 生于福 死于获 两条路 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当中说 有宽路 有窄门 对于我们的人生而言 有宽的路 有窄小的门 因为宽的路 谁都可以随便 那么很多人就很容易去选择 都愿意去这样子活着 但是这窄门 小路 找的人却很少 其实就是这样的 我们好像随便的活着一样 但是不是的 分明在这两条选择中 过着人生 现在各位也是 在这两条路里面 在做着选择过着人生 哪怕我们真的能够有三条四条路去选择 其实我们的人生却不管怎么样 只能是有两条路的选择 所以错误选择的时候 结果就会面临死亡与灾祸 如果选择好的话 就会是生命与祝福 所以我和各位今天 神所赐给的珍贵的 能够去选择生命的与祝福的 用我们的选择这样的路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分明有两条路 但是因着你选择哪一条路 人生去不一样 正因着我们的选择 我们过人生的瞬间瞬间 在这个旅程当中 我们有这样的过程 所以不可以无视这个过程 选择也很重要 我们生活的过程也很重要 看我们的生活过程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体制 但是这个体制不是很容易改变 分明的如果在风回里面的话 你们听话语的时候 你们就会知道 神的话语是对的 你会确认的 然后瞬间瞬间 你的体制也会慢慢的改变 不是马上就能改变的 而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 你的体制就会改变 因为神会改变 罗马书七章当中 保罗七章二十四节 保罗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在这样的告白当中的 保罗就让你们知道的 他的一瞬间是在 大马士革那一个地方 遇到主耶稣基督 人生瞬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所有的生活基准价值完全改变 是在他遇到主耶稣基督 就是在大马士革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这样的保罗 但是他体制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 他常常苦恼 他说的话是什么呢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在之前的圣经句子当中说什么呢 我心里想要喜乐神的话语 但是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我 总是让我去喜乐别的 我也不知不觉被这些罪所带着走 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自己的体制里面 不断的苦恼争战 他做了这样的告白 就是这样的 体制呢 不是马上就能够改变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 错误的理解的话 就会认为没有办法改变 不是的 但是如果是有一个福音的人的话 不断的听话语的话 你会明白 啊这是原来神的话语是对的 当这一部分真的碰撞到你心灵的时候 你的体制就会改变了 而且在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属灵问题 虽然可能有层次不一样 但是每个人都拥有属灵的问题 我们是属灵的存在 当然我们的人只是说 有的人显得出来 有的人没有显出来而已 只是说有的人可能 让人显而易见的部分很多 有的人没有办法显而易见的 但是因为属灵的存在 我们肯定都是用属灵的问题的 有家门的这些背景啊 不知不觉我们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属灵问题对吧 过往伤痕 不知不觉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属灵问题在我们里面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 属灵的问题 有可能会成为三弹的通路 所以属灵的问题没有办法马上得到医治 但是重要的就是只要被圣灵充满进入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属灵问题 就没有办法给我们任何的影响了 信仰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属灵的问题 就一不小心会全部显出来是吧 以前的这些隐藏的这些部分就会不知不觉的会蹦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里面有深层的隐藏的这些属灵的问题 其实得救的 享受福音的保罗也是 没有办法给别人启齿的属灵问题很多 所以他在神面前三次肯切的祷告 可以通过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当中 他说了 是撒旦的次 这要是的肯切祷告得到医治了吗 还是没有得医治 但是他却得到了神对于这部分的答案 原来我的问题可以让我更加去持定基督 因为我这软弱的时候我就更加刚强了呀 所以保罗就在那道白说什么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真的因着进入圣灵充满当中的时候 你们的属灵问题 不仅没有办法给你们影响 反而让你们更加能够来到基督的面前 用主的命祝愿各位每一瞬间都能够想着成为 祝福的瞬间我们看一下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了 但是不是马上进入了迦南地 他们在旷野路上 就是出了埃及的话神反正让他们要去迦南地嘛 赶紧让他们去迦南地就好了呀 我们就可能会这么想是吧 但是神让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之后却走了旷野路 而且却是四十年之久 这旷野路是什么样的路呢 是以色列百姓里面拥有的体质属灵问题 是他们能够去医治这一切过程的时间 所以旷野路对以色列百姓并不是说没有用的 是一定有用的 是必须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拿着他们的答案来看着圣经对吧 神让他们能够体验神的能力 只有他们真的体验到了 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迦南地能够过胜利的生活 所以在旷野路上让他们体验神的能力 神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体质 还有自己的属灵问题 有可能会失望 有可能也会失落 但是没有必要担心 没有必要失望 分明首先给你们答案 神结果必定会改变各位 让各位有变化 菲利比书1章6节的话语告诉我们说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论有什么样的属灵问题没有关系 不管什么样的体质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们在福音面前站立的话 福音没有什么成或者不成 是必定会成 神必定会改变 神必定会去兴起变化 对于我们而言 如果有真正的祝福就是能够站在福音面前 随便各位带着信心 唯一是自然而然成就的 不是现在没有成就不能成 只要你们在福音里面的话 结果就会成 我最近不断的去现场听信息的时候 我也是心里面不知不觉 开始有了这些信心的做工慢慢积累 而且还有对于传福音的牧师 然后我就心里想了 啊真的是信神的人呢 他真的是相信神的人呢 有这样的事实在我心里面来的时候 我也不知不觉开始有了信心的积累 不管有什么样的事情 好事也好不好的事情也好 甚至于这一切都是神去运转的 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在成就 我看到牧师传这话语的部分的时候 然后不知不觉我里面的这些不信仰都慢慢得到了一致 我们能做什么呀对吧 我们只要丢掉不信仰 我话语还有现场就会变得一致 这个时候神的功就会兴起 很多的人虽然坐在听话语的位置 但是还是以前自己的想法 这就是让话语和我没有办法一致 话语和我本来和现场都应该是一致的 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不得不信息神的做工啊 真的是非常感谢的 所有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 所有的事件也好 没有一个不是神的计划 真的按照信息去传达神的话语 按照信息去整理 那么不知不觉我里面的不信仰就会一个够的倒塌 真的就是这样的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这个那个做这么多的 真的因为世界福音化 神让我们在神福音的面前站立的话 神就必定会带领我们成就 我们再次来读一下菲利比书一章六节的话语 我深信到在你们心里动以善功的必成全这功 迟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福音必定会成就 福音必定会以英语与果实 显明 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过程也是神许可的 所以在每天的选择当中要知道有两条路 在信心的过程当中我们去选择信心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以色列百姓 跟大家举两个代表性的两个例子 他们从埃及出来了 带着神非常惊人的计划 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当中脱离出来 但是呢 后面有法老王和军人攻击过来 特别就是埃及的军队攻打过来 前面有红海阻拦去路 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说什么呢 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让我们面临死亡呢 他们选择了不信仰 当时选择信仰的信心的就是摩西 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节 说你们今天所见到的埃及人并远不在 见到了 说他们不要惧怕站立不动 要看耶和华对你们实行的救恩 对于拥有信心的摩西 可以看到了神救恩的计划 但是不信仰的以色列百姓呢 他们却没有办法看到神的祝福 民书记十三章十四章的背景里面非常清楚 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 他们现在要去进入埃及地 然后他们派了探子 然后回来的时候探子的告白 说这是什么牛奶跟蜜的地方呢 这是十个探子的告白 说那里有亚他族有聚职人族在那里 该怎么办 然后自己说自己像炸猛一样 在问题面前只能选择不信仰 这是在民书记十四章一节 所有的惠众百姓们都哭嚎啊 然后以色列百姓他们拥有的固执的树林问题 他们又陷入这里 他们说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让我们死在这里呢 还不如死在埃及啊 还不如死在旷野也好啊 为什么非要把我们带到这里 让我们的弟子跟孩子在这里出去呢 然后他们说要树立一个方法 我们要带树立另外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就是补信仰 按照他们的信仰告白 结果他们这些这一群人没有进入到迦南地 但是在这里面有信心告白的耶稣亚与迦勒 他们告白说 他们的保护者已经离开他们了 但是我们却有神与我们统战 我们必定能占领那地 因为他们已经是我们的食物 结果因着 耶稣亚与迦勒成为了征服迦南地的首领 瞬间瞬间你们是应该告白信仰 信心过人生 还是说告白不信仰过神生呢 马上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后来你们必定会看到不一样的结果 有的人会动歪脑钉会打算盘 好像会使用人本主意 好像做得很好一样 其实呢 真的仰望神仰望基督的人 可能看起来很愚蠢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 越来越让人这样去认为 人们会说仰望神仰望基督就行啊 什么时代了你还这样啊 仰望神唯独持定基督的人 可能看起来像愚蠢的人一样 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但是分离各位一定要铭记 我非常的确信 我可以放心的跟你们传达这样的话语 持定神仰望基督的人 神一定会为这个人的人生负责 一定会引导他带领他的 所以这不是愚蠢的 世上的事情 不是说用脑子就行了 真正的祝福不是动歪脑子就可以的 真的仰望神 拥有神从上面所赐的力量 从上面所赐的天才地 只有拥有神从上面赐的使命 我们才能够救护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的所属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是属地上的人 我们是拥有天上宝座 是背景的存在 所以我们要拿着上面所赐的力量 那天才信 那使命 去救火世界 这是神呼召我们的理由 你们的不足缺乏没有关系 神为了救火237 呼召了各位 那么如此看来的话 因为神的计划 神一定要通过我们去成就这一切 所以瞬间瞬间我们的选择 应该要选择信心就可以 因为我和各位都能够在这祝福当中 用准备祝愿我们第二点 常证要做福音信的选择 这是跟我们第一部分分享的内容差不多 但是要跟大家具体的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到底就是要怎么样 能要选择信心的 还是要选 就是要选择信心和福音 做我们正确的选择 神明记二十九章十九节的话语 听见这咒诅的话 心里人是自夸的 我虽然心是心里 玩个联中文 却还是平安 就是我们真的应该选择 福音信的选择才对的 虽然不是马上就能够显出来 但是神必定按照时间去改变我们 愿各位不要遗忘这一点 不是说无条件的去这样等待什么 神的时间表 神必定会按照神的时间表就改变我们 但是我们的时间表 也是在神的手中 所以说在我们里面 动了上功的主 他必定会改变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时代 会被使用成为重要的事工者 有的时候你们可能看自己的丈夫的时候 会觉得这样的人做什么信仰 会觉得让你很郁闷是吧 但是如果在福音里面的话你们等待的就行 神必定会做 神是在进行中 有的时候你们看自己的妻子也好 孩子也好 让你们觉得很郁闷是吗 是神在做工的过程当中 你们只要知道就行了 我们的体制不是会马上改变 我们里面这些 深深的隐藏在这里面的这些属灵问题 不是马上能够显出来的 我们是在听福音不断听的时候 我的属灵问题就能够显露出来 不要害怕你的属灵问题显露出来 这是神拿福音医治你的时间 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非常深的藏在里面 当这些能够显出来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过程 神 呼着我和各位在救护二十三期世界福音化的这样祝福当中 呼着我们用化运动去救护生命的时间里面 对神会改变我们 会引导我们 正经如此 所以你们每天要有确信 要对福音拥有确信 拥有对福音的确信什么意思呢 就是基督是我一切的问题解决者 对于这一部分要有确信才行 要拿着这样的结论 每一天有下人生的结论才可以 耶稣作为基督 成为真王 真基司长 真先知而来 而且真王 真基司长 真先知而来的这位基督 把我们人生绝对没有办法解决的这原罪问题 大大问题 离开神的问题全部解决 因为原罪每个人都是在撒旦的手中 这就是创世纪三章的事件 我们所有的问题的根本 全部都是因为原罪的问题 被撒旦所辖制离开神的问题 但是因为这些原罪 被撒旦所辖制的这个人生 没有办法都能 没有任何有办法从撒旦手中脱离出来 人绝对不可能 所以神最初就给我们打开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女人的后裔必定会伤蛇的头 是女人的后裔 无论任何一个优秀的人都没有办法能够解决 我们的基督来要伤蛇的头 就是击溃撒旦的权势 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 说主会亲自给你给照头看 同志你还原生子 其名叫伊玛内里 就是同志你还原生子 马太福音 一章十九节 罢与成就 就是因着圣灵 同志你玛利亚所生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是不可以的 通过女人的后裔 这位基督 把原罪 还有辖制原罪问题 撒旦的头全部击溃 现在这凶物的撒旦 也拿着创世纪三章的问题 让我们离开神 然后就像创世纪六章四到五节一样 让人陷入拿菲利时代 就像创世纪十一章一到八节 好像看似成功 结果还是把比特一样倒塌 这全部都是撒旦做的事情 这不是以前圣经当中所发生的故事 而是现在不断地进行着 这里面三团体 还有拜偶像的 宗教人也是 全部都陷入这里面 甚至于教会也不知道 所以他们不说撒旦呢 偶像宗教团体 他们都不说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陷入这里面 所以不说呀 但是我们的人生问题呢 结果就是因为离开神的罪 被撒旦所辖制 真心是这样的问题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道路就是基督 所以我们说耶稣就是基督 当我们持练基督的时候 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都能够结束 对于这一部分的结论 我们每一天都要拥有 不仅仅拥有对于福音完全的结论 而是真的愿意各位百分之百的恢复信心 我们真的说耶稣就是基督 这些事实如果真的是对的 我没有必要说很多了 真的足以我们同在的事实是对的话 那我们只有祷告就可以了呀 现在与我同在 我们百分之百的相信 信心告白的话 你不需要我的想法 我的立场 我的主张 因为不相信 所以我的想法 我的立场 我的主张 所以我们说 我们相信相信 但是我们却没有把我们人生 办法交托在神手上 所以神就没有必要为我们人生负责呀 彼得告白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里面说了 永生神的儿子 是现在也活着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相信这一事实的百分之百的信心 用主的名祝福各位 能够恢复这样的信心 或许在座的各位 有的人是在做事业 你们真的要相信神 我们们次你们也是 你们在学习当中 真的相信神 交托给神祷告吗 我们 虽然在这世上可以竞争赢 但是我们却不是这样去胜过的人 我们拿着神从上面所赐的力量 这样的天才性 我们是得到了世上无法跟随胜利的保障的存在 但是却为什么有办法想着这个祝福 真的人们在百分之百的相信当中 信心当中能够去挑战去交托给神 做事业的各位也一样 在百分之百的相信心当中 把你的事业交托给神 被神所引导 看看 神必定会负责的 还有对于福音 每一天每一天我们不仅仅要有结论 而是要做信心的告白 要包容一切的人 包容一切的人 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奇怪的人 有的时候也可能会遇到 让我没有办法称心如意的人 也会遇到有一些失误的人 但是分明了呢 为什么我们要包容一切的人呢 因为基督可以改变这一切的人 其实我也是一样 喜欢我的人我也喜欢他 不喜欢我的话 我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就没有办法跟他亲近 这就是人嘛 但是神去跟我们说 要包容一切的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我这样的人 也是因着福音能够活过来 所以就是无论什么样的人 因着福音都能够改变 对于人不要做任何的判断 真的应该交托给神 只要仰望给神的时候 神就会去做工 我各位 我们这么样的不足 怎么样被神捡血了 却能够去做世界福音化呀对吧 都是神做的 那么不喜欢我们的人也好 失误的人也好 无法理解的人也好 全部交托给神 神能够改变 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呢 七次 七次的时候 再做七次的 原谅什么呢 说就七七四十九次 是吗 那不是说真的是四十九次 而是要无条件的去原谅 无论是谁 只有能够去改变 相信基督在里面有这一切的能力 你们相信吗 说彼得前书三章 八节的话语说 不要以恶报恶 这是世上的方法 你们世上总是想要以恶报恶 然后去胜 这其实反而是输了 我们反而应该是要求福 然后说什么呢 主的眼呢 也看着恶人 主的耳听 主的眼看过义人 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 所以我们只要包容宽容就行 然后把这一切交托在神的手中 在准备这些话语的时候 我心里想 然后我在神面前再次告白 哪怕是骗子过来攻击我 有可能我知道被骗 不知道被骗 不管怎么样 没关系 为什么呢 哪怕这些骗子在在我们周围边的时候 但是我们在福音里面 因着信心选择 信心告白的时候 选择福音的时候 交托给神的时候 结果我们会胜利的 因为主的眼看过义人 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选择 救活的这一路 救活的立场 去包容 这是我们做福音的选择 哪怕都抢走 全部都给他吧 都被抢走了也好 也没有什么可抢走的 对吧 就算都被抢走了 也没有关系 在基督 在福音的我们 是拥有了一切的存在 所以哥林多后书 六章十节 说担忧的人 会让更加多的人 看似是没有 但是却反而是样样都有 哈利路亚 基督在一起 与我同在 神与我同在对吧 那我们 哪怕一切都被抢走的 没有关系 我们用了基督 那就是证明我们 什么都有了 所以只要等待就可以了 对拥有福音的我们 神必定会改变 会去完成 所以等待就可以 无论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救护 二三七国家呢 神为了祝福我们 所以护照了我们 那么神必定会去改变 看我们周边的人 有的时候想啊 这样的人怎么做二三七啊 但是如果这个人在福音里面的话 他的未来我们真的不可知晓 不知道神怎么会使用他 看我们的子女的时候 有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很郁闷 是吧 就像现在的话语说的 你们总是在践踏孩子的天才心 但是我看我的 看我们的人们的 其实越看越期待 我们有的时候是被福音 这样子 披上外衣而已 但是我们的孩子却不一样 他们小的时候就是明白福音 在福音里面长大 神怎么会使用我们的孩子 我们真的不知道 分明的就是 神在我们心里面动了上一 我们知道基督的那一日为止 神必定会让我们的人们 每一个每个这样子成长改变他们 还有一个我们不可措施的部分是什么呢 我们要领受圣灵的引导 在做福音的选择当中 我们要被圣灵引导 怎么样领受圣灵的引导呢 跟随话语就是领受圣灵的引导 我们看一下二十节的话语 神秘节二十九到二十节 是我们要听优化的话 那么听的话就爱就会依靠 所以跟随话语就会选择 神所喜悦的这里面说 那是我的耶和华 必不饶恕他 耶和华的怒气与分明 要向他发作如愿冒出 将这书上的说起的一切 耶和华要从身上推发的名 就是我们要在神的话语当中 去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 如果不被圣灵引导的话 就会发生大事 不理说圣灵引导 好像现在显不出来 但是结果呢 后来会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 哪怕现在看似很无知 但是选择被圣灵引导 瞬间瞬间可能不明白 没有显出来 但是在圣灵引导的每个结 脚步当中 现在没有办法马上显出什么 但是这一切互相相连 在最后的时候会变成姻缘于祝福 结果通过这一部分 当我们一切被圣灵所引导的时候 能够超越就能够成为救护二三七 汇集出这样的圣灵果实 怎么样跟随话语呢 好像是非常不容易 但是其实很简单 并不困难 怎么样领受话语的引导呢 我们看一下生命迹 三十章十四节 这话确定你圣灵就在你口中 在你心里 使你可以遵行 话语真的跟我们很相近吗 这话语真的在我们口里面 在我们的心里面吗 那么我们就能够寻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话离我很近 就在我口中 在你心里就使你可以遵行 就是我们在祷告 领受圣灵引导的时候 话语就会跟我们很亲近 话语就能够成就 就能够寻出来 我们就会有这样 享受祝福的应允 那我们的力量 没有办法做 但是被圣灵引导的时候 跟随话语了 当跟随话语这个事情 我们能够卸上生命的时候 结果我们能够得到的应允 就是生命的能力 在我们里面就会显明出来 神祝福的证据也会兴起 所以应允当中的应允 还有见面当中的 见面的 看我们的人生 就会有很多的门徒被树立 后代被树立 以色列百姓 他们得到的祝福 是占领迦南地 那么我们 救护二十三期 占领世界 世界福音化的这些音 某一天就会临到我们 三十章二十节的话语 就是说了这样的话语 耶和华像 也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其实也许所赐的地 你就会能够占领了 我们做话语的总结 瞬间瞬间 你要选择 能受圣灵的引导 两条路当中选择 生命与祝福的路 好像刚开始看起来 什么都不是 但是在最后 却与世界福音化相连 愿各位不要遗忘这一点 所以瞬间瞬间的选择 圣灵引导 两条路选择生命与祝福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 不要错失今天 今天瞬间瞬间 你说圣灵选择生命祝福 在你们的脚步当中 真的显出神的祝福 能够拥有见面的祝福 被二三七国家所使用 我主的命祝愿各位 神来感谢你 用神允许我们能够相信福音的信心 在所有的事情上 能够做信心的告白 特别能够做福音性的选择 比方向那教会的圣徒 成为神所祝福的圣徒 神的生命通过我们能够显明出来 那我们能够拥有 树立后代与门徒的见面 能够占领那地 享受这样珍贵的祝福 愿神对圣徒做全面的功 活着的主耶稣基督之名 感恩祷告阿们 现在解解我们人生 所有问题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神无法远远在爱 圣灵的做工 神所准备的路 选择生命与福音的路 直到神那一日为止 愿心心当中胜利的 亲爱的仆人 愿见到他们头上 子女产业地教会所有宣教地 还有线上做礼拜的一切现场 我们教会的头上 从基督到永远常常同在 阿们